上一集我们讲到,唐小舟陪同省委书记赵德良下基层,离开了第一站文州之后,他们又赶到了第二站,也是唐小舟的家乡,雷江。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,让唐小舟深刻地感到,死刑的两个地方,都是赵德良精细安排的,他是想尽快把江南省的权力结构来个调整,以便加强自己对江南省的控制力。 唐小舟一到雷江,妹夫任大为的电话就打来了,唐小舟接起电话问道,大为啊,什么事儿,哥,你来雷江了? 是啊,你怎么知道的?赵书记来了,你肯定跟着来了。 啊,我们再联系吧啊,我这儿还有点事儿。 那你回家看爸妈吗? 恐怕没有时间了,赵书记的行程啊,安排得很紧。 要不,我和小雨去看你吧,你住在什么酒店? 呃,我们刚到不久,现在啊,陪赵书记在吃茶,还没有到酒店呢。 好,那我知道了,那你先忙吧,哥。 要说起来啊,唐小舟的这个妹夫任大为和唐小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 从小学到高中,唐小舟都和任大为是同学,而且是最好的少年朋友,也一直都是班子上的尖子。 成绩总是唐小舟第一,任大为第二。 但是不知什么缘故,高考的时候,任大为没有考好,只上了雷江师范。 毕业后,任大为分回了家乡高兰县,在他和唐小舟的母校高兰一中当了老师。 后来,又娶了唐小舟的妹妹唐小宇,成了他的妹夫。 唐小舟呢,则留在了省城,而且在党报工作。 又娶了古瑞丹这样一个老婆。 那在家乡啊,名声是很大的。 家乡有很多人上门来求他办事。 事实上,唐小舟能够回报家乡,回报父母的非常少。 在报社,他没有任何权利,人微言轻,什么忙都帮不上。 最初,高兰县一些人得知他在省委机关报,对他还是十分恭敬。 后来知道,他在报社其实没有盯点地位,便渐渐的疏离了。 唐小舟很想在经济上照顾一下父母,可是自己的工资全部掌握在古瑞丹的手里,也是心有驴而力不足。 幸亏有任大为这个妹夫,对唐家那是尽心尽意,比亲儿子还要亲。 可惜的是,任大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,妹妹唐小雨也不过是县机关幼儿园的保育员,两个人的收入极其有限。 唐小舟无数次地讲,既然自己无法帮助家里,不如帮一帮妹夫、任大为和妹妹吧,以便他们有更大的能力来资助家里。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,唐小舟无数次地到雷江找关系,还特别找了黎兆平来帮忙,才将任大为调进了雷江市广电局。 他原计划将妹妹也调进来,再想办法给任大为捞个一官半职。 可是,他虽然进行了不懈努力,市委书记丁应平也曾当面答应过他,可是一拖了几年,事情就是没有办成。 唐小舟心想,现在自己的身份不同了,一定要找个机会将任大为和妹妹的事儿给办了。 一天的安排和在文州时一样,吃过晚饭时开会。 唐小舟不需要参加这样的会,丁应平的秘书陈志光便让他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 唐小舟心想,这或许是一次机会啊,他拿起手机,拨打了任大为的电话。 大为,你在哪儿呢? 啊,我在市委呢,小雨也在。 啊,我在陈志光陈处长的办公室,你过来吧。 市委书记的秘书最高也只是个副处调,相当一部分还是科技。 他称陈志光处长,显然是为了抬高对方。 唐小舟听说他们就在楼下,出门接人。 接任大为手里提了一些东西,直到是给自己准备的,便问是什么? 任大为说是茶叶和酒。 唐小舟说,等一下进去啊,你把这些东西给陈志光。 妹妹唐小雨干你说,哥,这是给你的。 任大为也说,要不我下次再专门给他送吧。 唐小舟说,你傻呀,现在你提着这些东西,怎么进他的门呢? 你记住,你们的事儿,他不问,你们不要说。 进门之后,唐小舟向陈志光介绍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。 四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聊天。 唐小舟从包里翻出了自己昨天换下的衣服,也翻出了赵德良换下的衣服,交给妹妹。 要他夜晚洗好,不必晾干,直接用运斗运干,明天一早就送过来。 尽管他告诫妹夫不要提他们的事儿,他自己却多次很想提出来,可是每次话到嘴边,又吞了回去。 因为他知道,此时他的位置还没有坐稳。 陈志光比唐小舟更熟悉官场,他主动问了任大为的情况,也问了唐小雨的情况。 然后说,你们夫妻长期分居? 唐小雨说,啊,市里到县里也不算太远,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 虽然如此,这样毕竟不是办法呀。 唐小舟借记说,嗨,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呀,在雷江啊,一个人都不认识。 陈处,你的办法多,请你帮忙想想。 陈志光联盟说,哎呦,唐处,你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啊,这件事儿你放心好了,我来办。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,办妥了。 又说了几句闲话,唐小舟给任大为使了个眼色,他们便起沉告辞了。 两个人重新坐下来,陈志光给唐小舟杯子里蓄了水,唐小舟说, 志光啊,你跟丁书记有几年时间了吧,丁书记是不是应该给你动一动了? 嗨,别提了,前不久动了一下,提了办公室副主任。 因为丁书记没有选好秘书,所以啊,我暂时还在这里。 那应该祝贺你啊,可惜我在这里的时间不自由,要不,下次你去省礼,我再补,咱们兄弟俩好好喝一杯。 哎呦,唐处的心意我领了,到那时候啊,唐处如果抽得出时间,我一定去打扰你的。 闲聊了几句之后,会议散了,唐小舟和陈志光一起出来,各自迎了自己的老板, 一起下楼,上车,前往酒店。 接下来的事情和昨天一样,赵德良分别和市里的领导谈话,唐小舟负责后勤保障。 赵德良接见市领导的时候,唐小舟干了一件事。 这件事有没有意义,他自己也不清楚。 赵德良和领导谈话,唐小舟根本不可能知道其内容。 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进去给领导蓄水,即使能听到知言片语,也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 由于他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谈话,便需要掌握时间,他将这个时间在本子上记了下来,最初仅仅只是想到方便自己掌握,后来他嫌得无聊,便将这些时间精确地算了出来。 这一计算,竟然算出了一些味道。 赵德良接见雷江市委书记丁应平的时间是最长的,有43分钟。 以前在省委,赵德良接见某个人的时间,唐小舟没有精确计算过。 意想中,超过40分钟的,没有。 这个时间很能说明丁应平在赵德良心目中的地位。 时常排在第二位的是文州市委书记郑雁华,36分钟。 唐小舟将笔记本翻到最前面,那是他刚刚当秘书时所做的记录。 上面恰好有第一天上班时,赵德良接见郑雁华的记录,当时也记了时间,但是并没有精确到分。 仅从记录上看,应该是半个小时,并没有超过接见丁应平的时间。 文州市市长姚盈健是23分钟,雷江市市长刘延光是20分钟,市长以下又是一个档次, 只有一刻钟左右。 唐小舟因此知道,这个时间的把握颇有政治智慧,也极其微妙。 丁应平多出的这九分钟,到底意味着什么呢? 此时唐小舟还不十分清楚,但是不久以后,他便意识到,这九分钟的含金量非常之高。 第二天早晨,六点钟起床后,唐小舟以为还会像前一天那样,在院子里活动一番。 他连运动衣都穿好了,出现在赵德良面前时,他愣住了。 老板并没有穿运动衣,而是着了变状。 赵德良对他说,把衣服换掉,今天呢,我们不沉运,一起出去看看。 一起出去看看? 看什么呢? 去哪里看? 唐小舟知道,赵德良又一次不按常理出牌了。 到底用意如何,目前还不清楚。 唐小舟很快换好衣服,赵德良已经等在门口。 他们住的海山酒店是以前的侍卫招待所,前面是一幢新大楼,后面有几幢三层的小楼。 楼里虽然有服务员,却没有人认识他们,就算认识,也不敢询问或者阻拦。 两个人走出小楼后,并没有经过前面的酒店大堂。 而是从汽车进出的通道,迅速离开了。 门口停着好几辆等客的出租车,赵德良拉开了一辆出租车的门,坐了上去。 唐小舟立即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。 司机问他们去哪里? 唐小舟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 赵德良显然是早有准备。 他说,去新华路。